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上周在法国南部度假 狗仔队利用长镜头拍下凯特在梁台赤裸上身的照片 狗仔队向英国传媒兜售悲剧 转卖给这间法国杂志社 威廉与凯特得知消息后十分震惊与愤怒 圣詹姆斯公代表威廉抗力发表声明指 这些照片严重侵犯隐私 行为已经跨越红线 让人想起戴安娜王妃生前饱受传媒与狗仔队的骚扰 很难想象居然有人偷拍这样的照片 要求传媒不要刊登 威廉与凯特正在咨询律师 言商可以对这间法国杂志社采取什么样的法律行动 今天英国各大传媒大篇幅报道了这个消息 首相府发言人表示 威廉与凯特应该有个人的隐私 许多评论员都抨击法国传媒 侵犯这对英国王室夫妇的隐私 报道说 传统上英国王室并不对传媒采取法律行动 但这次狗仔队拍下凯特赤裸上身的照片 是对王室成员最严重的隐私侵犯 王室与威廉夫妇不相轻言退让 报道说 杂志Closer是蒙达多利出版社集团所拥有 而这间公司的老板是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 30岁的凯特自从在大学时与威廉王子结识相恋 一直受到媒体与社会大众瞩目 2011年4月 两人的世纪婚礼更在全球掀起热潮 凯特王妃的时尚品位与一举一动 更是媒体报道的焦点